大半夜多輛消防車 停在台塑林園場周圍 水線持續朝起火的位置降溫 爆炸威力大到 變形的場內設備 噴飛到馬路上 火蛇燦出的位置 冒出熊熊火光 起火點是存放聚炳熄焦粒的儲存槽 凌晨兩點多 警銷貨爆 台塑廠傳出爆炸聲 出動了17車35人抵達現場救援 火勢在一個小時之內控制住 由於燃燒的塑膠 產生濃濃的二抽味 環保局也到場監測空氣品質 台塑出包不是第一次 這兩年就有四次的空污裁罰紀錄 個別罰十萬二十多萬元 燃燒廠裡面所謂的成品草 就是所謂的PP塑焦粒 因為產生靜電引發火花 車也公司複雜 要走不走 結果就聽到要救我車的車 今年到今年就五次了 五天都還有 半夜的爆炸聲 讓附近住戶睡不好覺 考量疫情 居民這回沒有衝到台塑大門討公道 初不了解 存放的塑膠粒成品儲存潮 疑似產生靜電引發火花 如果因為人為管理疏失釀貨 環保局將依違反空污法 告發財閥四十五萬元 TVBS新聞時刻成 艾昭賢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